一个什么问题呢 这是王生强提的一个问题 他说他当时问了一句话 他问这几个是什么品种 首先这几个品种 其实王总都已经把品种名称发给大家了 那么这里我给大家还是来解释一下 就是因为很多的人还是不了解 为什么会出来这些东西 我在做他的多还是做他的空 这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逻辑 好了我从他的底层逻辑给大家来解释 我从底层逻辑来给大家解释 其实今天没有王生强的这个提问 我还是会给大家讲这一块 因为这一块不讲通 很多地方你就搞不懂 什么问题呢 就是美元指数黄金 这里面围绕的什么问题呢 大家看一下 就是首先第一 第一就是美元指数是世界上通用的货币 第二个就是汇率到底是什么 第三个是什么是直盘 然后第四个黄金和美元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 然后这里面还存在一个就是USD在前 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我们这一个交易平台里面 我们会看到USD大家都了解了 USD大家就了解了 就是美元的意思 那么USD在前和USD在后 那比如说USD 我找一个USD在前的 比如说Japan 这里面到底存在一个什么逻辑 我把这个给大家讲通 今天的课还是讲一些周边的知识 咱们现在没有讲到纯粹的技术 除了一个K线 其实都没有讲到什么纯粹的技术 这一个是挪威克朗 好 我们再找一个日元吧 日元应该是在前面的 USDJPY应该是USDJPY 我看一下在哪里啊 首先大家搞清楚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逻辑 没找到 在这里 好 可能这个MT4里面 没有 我就用MT5里面没有 我就用MT4来找吧 好 那就准备先开始先讲个故事 讲个什么故事呢 就是美元体系的产生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 让大家来理解 就是为什么现在世界上通用货币是美元 不好意思 这个嗓子还是有点痒 好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MT4里面品种更多一些 大家可以看到USD CAD 就是美元在前 还有一个USDJPY 就是美元在前 然后还有一个是 大家可以看到EURUSD 欧元 欧元在前 美元在后 这个到底是什么一个含义 好了 现在我们先讲一个故事 美元体系的建立呢 先从1945年开始讲起 1945年的时候呢 大家知道二战刚刚打完 打完了以后呢 整个欧洲都已经打烂了 包括当时的日不落帝国英国 英国也打烂了以后呢 当时大家知道英镑是整个世界里面通用货币 然后呢 这个打烂了整个市场被打烂了以后呢 整个欧洲被打烂了以后呢 包括德国被分裂成了东德和西德 东德是苏联控制 西德为这个 我们可以称之为北大西洋 北约在控制 然后呢 这些国家在控制的时候 所有的国家当时呢都有一个想法 什么想法呢 就是我们的货币到底怎么发行 你比如说西德的货币 西德的货币 德国马克 我应该怎么发行 比如说英国的这个货币 英国的英镑 我该怎么来这一个来发行 因为所有的国家都打烂了 百废俱信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要在恢复这个货币体系的时候呢 存在一个问题 在1945年之前 他们当时呢都有一个说法 就是所有的货币背后 都是挂钩的黄金 这个时候另外一个东西出来了 黄金 也就是我们在商品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这个东西 黄金 好 大家注意一下 也就是说 比如说英镑 一个英镑 它的价值到底是在哪里 一个德国马克 它的价值到底在哪里 并不是取决于这英镑 它的价值 也不取决于这个德国马克 它本身的价值 而是取决于什么呢 而是取决于一英镑 可以 它背后可以换多少盎司的黄金 大家要搞清楚 就是说货币的后面 都是有黄金可以支撑的 所以在中国 有一个东西叫银票 我看大家知不知道 经常会在一些武侠剧里面 古装剧里面打开 然后在里面出现 就是说什么呢 从袖子里面 然后掏出来一卷纸 然后给它一看 五百万银票 你想不可能吧 五百万两 五百万两有多少 所以来说呢 这都是影视剧里面 比较夸张的一个说法 但是呢 这里面也是反映了一个事情 就是这个银票的后面 是有五百万两的白银去支撑它的 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一块的这个逻辑 等一下关个门 能不能理解这个里面的逻辑 就是我们的货币的背后 是有黄金支撑的 刚才有同学说可能就说 你刚才说的是银票啊 那跟黄金又有什么关系呢 是这样的啊 在古代呢 黄金是最贵重的 白银呢 是其次的 所以来说呢 可以用白银去兑换黄金 它有一个兑换的程度 那么这个呢 我们在最后再来说 这一个 好了 那么这里头 大家就要了解 就是在货币的背后都有黄金 然后整个欧洲当时打烂了以后呢 然后当时在德国 德国总理 在发行马克的时候 他说 那我这德国 我现在背后都没什么黄金了 我的一部分黄金 被你们美国人抢走了 一部分黄金 被你们苏联人抢走了 我身上是一点黄金都没有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然后美国人就跑出来说 你看这样行不行 你们跟我美元挂钩 我呢 你比如说我一美元 可以兑一克黄金 打个比方 打个比方 我在这里只是打个比方 一美元可以兑换一克黄金 那么你的德国马克 跟我的美元绑定在一起 比如说你是零点 你是两克 德国马克可以换一美元 那也就代表着 两个德国马克 就可以换一克黄金 你看这个是不是就相当简单了 因为你们国家都被打烂了吗 你只有现在 只有我们美国现在是 因为大家知道 美国是没有在二战里面 在本土上面作战的 你所有的国家 包括苏联 中国 德国 日本 英国 都是在本土打过的 所以来说 所有国家 包括英国 伦敦上空音 大家可能看过这部电影 就是代表着 当时轰炸轰炸伦敦的 这个故事 所以来说 就是说 所有国家打烂了以后 大家就只能把自己的汇率 挂靠到美元上面去了 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世界上所有的货币 全部都是要看着 美元的走向来确定方向的 好 第一个概念出来了 美元就变成了世界上通用货币 好 这个概念听懂了 打个一 或者有什么问题的 可以提出来 我们先用一个故事 给大家抛转引玉 来告诉大家 就是首先美元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好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了解了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就是 我们所有货币的价值 我们所有货币的价值 全部都是以美元 作为一个锚 注意这个锚不是射箭那个锚 是那个什么 船 船的那个锚 就是一个船要停靠在一个地方 它必须要有个点 这个点呢 我们就称之为锚点 有了这个锚点以后呢 我才能知道 我的货币是升值了 还是降了 因为你如果锚点不确定的话 你的这个货币到底升值和这个降 你是没有办法统计的 所以所有的世界上所有的货币 都以美元作为锚 那可能有人说了 那人民币难道也是这样子吗 那好 我可以告诉大家 是这样的 这里面呢 我们就抛出来人民币的概念 可能很多人都不太了解 现在里面手上的这一个货币 叫人民币 它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就是 比如说有一个美国人 他跑了中国来做投资 但是呢 他手上拿的钱是美元 那么他拿的这个钱到美元 他这个美元的这个钱到中国 是不能流通的 那么这里头问题就来了 那么如果这个美元不能进行流通 他该怎么办呢 他就需要把他手上的美元 要去找政府 中国政府 要把它换成人民币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称之为叫汇兑承诺 这个是在我们这一个 以后的中国股票板块里面 会给大家讲到 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叫北上资金 北上资金球 其实就是针对于 从香港进来的一批外资资金 然后进行了一个汇兑 然后从美元换成人民币 然后去打上任指数和升任指数 这个大家就知道 这里面又牵扯出了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汇兑承诺 好那么汇兑承诺就是后面的 他的这个隐藏的助手就是什么 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北上资金 好了 那么现在呢就是要搞清楚了 那现在呢大家都知道 现在人民币的汇率是多少呢 差不多就是7.2左右 那么这个7.2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好 这个7.2的意思是什么 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黄人民币 人民币的话应该是在Module 是美元指数 这是MT4 是对的 人民币呢 好吧 我现在找不到人民币了全部显示 CM1 看能不能找找啊 好不找了 那现在我们就说一下吧 人民币呢 它7.2代表个什么意思呢 这里面就代表着1比7.2 一美金可以换7块2毛钱人民币 大家一定要清楚 这一个呢就叫汇率 也就是说我们7块2毛钱人民币 等于美国的一美金 好有人可能就说了 老师 那我们人民币在国际上的这个地位怎么样呢 我可以这样说 首先就是人民币呢 本身是一个非国际化货币 非国际化货币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你去了一些其他国家的时候 很可能兑换不了 很可能兑换不了 这个呢主要是我们现在采取的 这一个离岸人民币政策导致的 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 我就说一个道理吧 就是我曾经去伊朗 那德克兰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国家 伊朗 我曾经去伊朗拍过小片子 拍过一个微电影 当时呢我们当时是用人民币换了一些美元 然后我们去了伊朗以后 你们知道按道理说 我们手上的美元应该要换成德黑兰的一个换成伊朗的货币 但是我没有换 我们直接就用美元再进行花 因为我们当时那边的这个导游 这个向导就跟我说 他说你拿着美元 别人会更加的巴结你 就是说美元会比他们当地的货币更加值钱 所以来说呢我们当时是直接花美元的 花美元非常的有那个感觉 就是因为在伊朗那边这个金额非常大 一美元可以换将近一百万 好像是顿吧 一百万顿的这个 一百万顿的这个价值 所以来说呢 当时我们换出来非常多的钱 看到我们都吓了一跳 所以来说呢 大家知道就是用美元是个国际货币 你放在非洲的部落 你放在现在什么阿拉伯地区 你包括现在去了伊朗 你都是能够使用的 所以来说呢 这个人民币呢 能不能去其他国家能使用 这个呢基本上不行 除了在朝鲜 除了在朝鲜可能可以使用以外 其他地方呢都是不能直接使用的 你包括去泰国 大家应该去泰国去旅游过 泰国在旅游的时候 也是不能直接使用人民币 把它来进行购买的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这个上面有一些区别 好了 那么这里头呢 我们再来注意一下他们前后的一个关系 大家可能就会发现 我们刚才提出了一个疑问 什么疑问呢 就是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这个品种里面 比如说GBPUSD USD也就是美金的这个单词是在后面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呢还有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到USDJPY 我们可以看到JPY是Japan日本的意思 USD是美金 也就是美金和日元在前面 那么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 那么这里头我先给大家解释清楚 大家搞清楚 谁在前面就以谁为准 谁在前面就以谁为准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GBP GBP USD 那么以谁为准呢 以GBP为准 那么也就是说 以亿英镑的 注意啊 是亿英镑 英镑是英国的货币 亿英镑的 亿英镑英国货币可以换多少美金 我们来看一下GBPUSD 我们可以看到 一英镑可以换1.19392美金 好 我们再看后面这一个 后面这一个呢 是美日 那美日呢 大家注意 我刚才说过一句话 我说 谁在前就以谁为准 好了 那么大家能不能帮我说一下 美日这一个是怎么样一种解读 看大家听懂没有 看大家听懂没有 来说一下 美日到底是一个什么解读 这就是以美元兑换141日元 对了 看懂了吗 同志们 看懂了吗 看懂了吧 也就是说 美元在前 一美金可以换141.45日元 看懂了吗 那么这个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 刚才的一个问题 那么 那么下午 王生强做的这一个单子 大家能不能非常正确的把它读出来 首先第一个 欧元这个就不用说了 然后这一个是什么 大家能不能读一下 第二个 第二个是什么 对什么 是什么对什么 GBP 英镑 英镑对于人民币 我的天 人民币 CHF是人民币吗 CHF是瑞士法郎 CHF是瑞士法郎 瑞士这个国家很容易被人忽略 它是一个中立国 在二战的时候 有一个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一部电影没有 非常好看 你们可以今天晚上看一下 叫战俘列车 战俘列车 他们驾着一个列车 他们是从德国境内 从柏林汉堡 然后跑到瑞士去了 然后跑到瑞士去以后 德国人就不能再追了 因为瑞士属于中立国 瑞士为什么中立国呢 以后再跟大家讲 因为它是教皇的这一个 它相当于是教皇的 教皇的斯嘉宾 好 那么这个呢 叫棒英镑对瑞士法郎 好 怎么读 那么它是一个什么概念 它英镑在钱 代表什么 比如说现在的价格是1.12996 代表什么 代表1英镑对换1.12996 是吗 对 听懂了吗 同志们 听懂了吗 谁在钱就以谁作为一 这个单位 然后跟对面去换自己的货币 换这个货币 好 后面这两个就非常好理解了 AUD Australia 就是澳大利亚 USD 也就是什么 澳大利亚的货币 一澳大利亚货币 兑换0.66411美金 好 最后这个纽西兰 一般我们翻译成新西兰 一新西兰货币 兑换0.61773美金 听懂了没有 这个第一个支持点 听懂了没有 第一个支持点听懂了没有 来确定一下 听懂了 听懂了 其他人呢 美元兑人民币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美元在前 人民币在后 CNH 人民币在后 也就代表着 一美元可以换7.1349块钱人民币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逻辑 大家以后看到这东西就一看就懂了 无非就是说现在这里面的这个这些货币到底是到底是针对的哪个国家 你们自己去记一下 这个东西 我觉得只要把英文单词记住 你基本上就不会有太大问题 英文单词 因为你看这里面很多是有规律的 Canada 加拿大 CAD 就Canada 加拿大 Japan 然后英镑 当然英镑可能没有规律 就是英镑一般我们这个英国一般称之为叫UK UK 所以来说 这个可能是因为它 它的这个叫棒的原因 所谓来说叫GBP 大家这个独立记一下 瑞士法郎CHF 跟我们这个中文非常像 大家可以看一下中文是怎么读的 中文是CNH 大家注意一下刚才有人说这是人民币 CNH 这才是人民币 这个是瑞士法郎 好吧 常用的也就这一些货币 你比如说像一些比如说像土耳其里拉 像这种新加坡的这个盾 这基本上我们就不再去不再去用了 太属于太小众的一些货币币种 好了 那么现在呢就搞懂了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汇率 这个我们刚才讲了直盘也讲了 好现在呢我们再来讲一下黄金美元之间的联系 大家大家先来看一个列表 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个 哎呀不用这个界面啊 哎呀我都画了吗 这哎呀我看一下啊黄金 黄金和美元指数啊 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概念叫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我这里面有吗我看一下 好这里有 我不想关掉啊 因为关掉的话 好 这我截图吧 我截图吧 我截图了大家大家一起来看吧 呃我全部画换成同同一个时间啊 换成四个小时 这个呢是黄金的走势 这一个是黄金的走势 好我发了群里面 然后呢我们再来发一个美元指数啊 美元指数 这里面我们就要把另外一个概念带出来了 就是什么是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为什么影响着所有的货币对 好我们也换了四个小时 这个呢是美元指数的走势 我来大致看一下是不是差不多 好 好来对比一下啊 这个是黄金 这个是美元指数 这个是美元指数 呃都是四个小时 都是四个小时 来大家能不能在里面找到一些规律 啊这个是美元指数啊 哇这个我搞错了 这个是黄 我应该用这个黄金啊 大家能不能在这个美元指数和黄金之间 找找到一定的规律 来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好这是美元指数啊 美元指数 呃大家一边找 好我一边给他跟大家来讲一下什么是美元指数啊 嗯 来一起来看一下 大家能否找出美元指数 这个图片是美元指数 现在盘面的是黄金 大家能否找出之间的一个相关性 我先告诉大家肯定是有相关性 但是是什么样的相关性 来 我先说一下什么是美元指数 什么是黄金 美元指数呢 首先就是世界上通用货币是美金 刚才我已经给大家铺垫过了 那么美元指数是什么呢 美元指数是代表着这个美元 现在它的价值的多少 它的价值的多少 如果美元指数上涨 就代表着美元 它的购买力 它的价值上升 如果美元指数下跌 代表的是 它的购买力 它的价值下跌 这个叫美元指数 好再说一下黄金 之前有同学问我 那个黄金是不是那个周大福里面那个黄金啊 哎呀我的天了 我觉得大家的认知太过于渺小了 太过于渺小了 完全不是 这个美 这个黄金呢 是真正的未加工的 连金砖都不算 连金砖都不算 就是从什么 就是从这个矿里面打出来的 这个纯黄金的黄金 我们一般黄金呢 用昂斯来进行计算 在中国呢是用克来计算 但是呢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都是以美国的黄金 来作为标准的 好了 现在大家看一下 它们之间有什么关联 下方是美元指数 上方是黄金 大家看一下有什么关联 大家看出来就直接说啊 我把声音给大家都打开 好吧 就是美元上涨 黄金上涨 美元上涨 黄金上涨的时候 美元的购买力就强一下 这是它的技术就会上涨 然后呢跟黄金有什么关系呢 你黄金就等于背后的一个机枪嘛 机枪 好 是美元的机枪嘛 就是说如果打个比方说 如果我的美元不值钱了 那我可以直接去用黄金去替换美元嘛 好 还有其他人有想法吗 每个人都说一下吧 这个好 新晋自省和这个彼岸都说了白山 来你来说一下 找贵云 这个黄金涨的话 美元就涨 黄金涨 美元就涨 好 这是白山吗 这不是白山的声音啊 我感觉 这是白山的声音吗 不是刚才应该是王生强吧 好吧 好 你说一下 我又感觉他们两个的走势应该是一致的 一致的 好 下一位 下一位 都说了吗 致命换蛋来一个 致命换蛋来一个 上海小哥 上海小哥 估计不在 榴莲 榴莲 你说的那个榴莲不是那个吃的榴莲 是王菲的一首歌榴莲 也说不了话 那我就说一下 你们刚才都说法了 黄金上涨 美元下跌 美元下跌 黄金上涨 你们难道这个规律没有看出来吗 同志们 这个规律 这个规律难道没有看出来吗 啊 再好好看一下 他们两个属于反相关 好 那么现在我们要稍微说一下 为什么会反相关 反相关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于 布雷森森林体系的倒台 布雷森森林体系倒台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整个的这个冷战结束了以后 整个冷战也就是1991年 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了以后呢 当时的这个 整个全世界当时就说 现在西方国家就认为 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这个 共产敌人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发展经济了 那好好的发展经济 这里面就有个问题 有一个制约 什么制约呢 就是我一美元的黄金后面就要绑 就是相对应的黄金 一美元的这个 一美元的这个货币后面 就要绑相对应的黄金 然后呢 突然有个经济学家就跑出来 这样说 他说 我们也不一定非要绑黄金啊 大家就以美元作为毛就行了嘛 大家一听也行吧 因为 美国是老大哥嘛 那你既然这样说的话 那我们就绑定美元就可以了 那美元后面就不用再绑定黄金了 好 至此以后 美元和黄金就不再挂钩 大家 大家要清楚 也就是说 美元背后是没有黄金在做支撑了 我刚才说的就是战后1945年 把希特勒 把莫索利尼 把东条银鸡给打败了以后 那个时候到1991年 它是属于绑定黄金的时期 从1991年之后 它是属于不绑定黄金的时期 到现在为止 都属于不绑定的黄金 这个 所以来说呢 这个时候大家就注意了 因为现在世界上的货币发行的太多了 后面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相对应的黄金支撑 所以来说呢 这个黄金作为这个后面的这个支撑的就倒台了 好 倒台了以后呢 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出现了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世界上公认的硬通货 就变成了两个东西 拿两个东西 一个是美元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理解 除了在朝鲜 其他任何国家拿美元 都是能够去购买货物的 除了在朝鲜 在任何国家都是能够 包括现在在俄罗斯 你拿俄罗 你去这个 如果去俄罗斯 你用美元消费 比用俄罗斯的这个卢布 消费会更加值钱 好了 那么大家知道还有一个东西 也是属于硬通货 什么东西 同志们 这个猜不出来吗 是不是黄金呢 对啊 黄金啊 世界上两个硬通货 一个美元 一个黄金 这个能理解吧 美元我现在就不用多说了 除了朝鲜 全世界都通用 黄金这个东西 我相信 就算是你从来没有用过美元 但是你也知道黄金在中国 也属于硬通货 这个能不能理解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 都可能 美元长成啥样都没见过 但是你至少知道黄金在中国也属于硬通货 有没有人知道的 知道的确定打个1 因为我发现大家对于这个世界上的了解 确实认知上面还比较小 比较小 好 你所以来说呢 所以来说呢 大家知道世界上就两个硬通货 一个黄金 一个美元 那这里头就一问题就来了 黄金和美元 他们两者都属于硬通货 他们两者 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第一 合作关系 你涨我也涨 第二竞争关系 黄金涨美元跌 美元跌黄金涨 你们认为属于哪一种 第一是同涨同跌 第二种是竞争 有人说是竞争关系 应该是竞争关系 如果从你刚才说的那样呢 他黄金上涨 美元指数上跌的话呢 我估计应该是 我猜应该是竞争的关系 对吧 为什么黄金是一个 黄金跟美元指数是一个 这个关系呢 好 我这里呢 再给大家打个比方 同样啊 同样这两个货币 同样这两个货币 我现在呢 手上有100个苹果 我现在手上有100个苹果 当这个苹果流向哪个地方的时候 代表着另外一方的苹果就变少了 好 打个比方 打个比方 这个是黄金 这个是美元指数 我现在手上都有一百个苹果 手上一百个苹果 那么这一百个苹果 如果我投了黄金 那么我投了90个到黄金这里去了 那么能够分配给美元的有多少 只剩下10个 那是不是代表着投到黄金以后 它后面的苹果变多了 苹果变多了是不是代表着黄金的价格就上升了 但是相反美元因为投的少 它后面的这个苹果少 是不是代表着这个 美元后面 它的价值就减少了 能不能理解 能 理解了吗 就是说黄金和美元 它们其实属于一个什么关系呢 属于一个竞争关系 因为它们两个都属于硬通货 那么它跌了就像一个七条板一样 黄金涨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黄金的走势 这是美元的走势 你们当时怎么会说 它们两个是同涨同跌呢 你明显可以看到美元走势在下跌 黄金走势在上涨 为什么你会判断出一个 会判断出一个 这个是在上涨呢 它们两个是同涨同跌呢 两个看反了 看反了 你看 是不是现在这个逻辑理清楚了 就是美元和黄金 它们两个属于竞争关系 相当于世界上 打个比方世界上有两个 手机 一个华为一个苹果 那么我们现在有100个购买力 有100个人想买手机 那么比如说现在有99个人去买苹果 那么只剩下一个人去买华为的手机 对吧 好 如果有99个人去买华为 另外一个人就只有一个人去买苹果 所以来说当买的人变多了 是不是这个手机的价值就提升了 买的人少了是不是价值就减低了 道理就这么简单 所以黄金和美金 黄金和美元 它们属于一个反向关系 美元在跌 黄金就会涨 黄金要涨 美元必须要跌 好了 这个质疑点 讲清楚没有 讲清楚没有 老师想问一下 是所有的行情都这样吗 90%的行情 除了一些大飞龙行情和这个加息行情 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其他情况下都会是反向关系 这里稍微说一下 你刚才说的提出了一个问题 是同所有行情都这样吗 不是 为什么不是 举例 在2020年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情况 来一起来看一下 举例说明 2020年 大家知道是什么时候 2020年就是新冠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 然后我们看一下2020年的2月份 2020 这是日限 大家可以看到是被日限 日限我们来看一下2020年在哪一天 2020年 好 在这个地方 这是2020年的3月28日 大家看一下这个时间点 3月08日 我相信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时间 都可能记忆犹新 就是12月份 大家都知道李医生就爆出这个事情以后 后面这个1月份武汉疫情爆发 然后全国疫情到处蔓延 然后从1月份就是过完年以后 还在过年的时候就开始全 全国中国全国开始封 封控 然后呢 从这个时候开始 从这个时候开始呢 3月份的时候美国全境封控 所以来说呢 大家先看一下黄金在3月 2020年3月6号的时候这一天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多了啊 这个我们看一下日限 哎呀 那台小 2020年3月8号吧 是吗 12月 好在这里 在这里3月8号 你看啊 3月8号大致就这一天 我把这两个品种全部撕下来啊 把这两个品种撕下来 给大家看清楚 一个是黄金一个是美元 这里头我再讲一下另外一个概念 概念就是当真正的大灾难来临的时候 什么都没用了 那什么都没用了 所以来说呢 两个品种当时都在跌 两个品种当时都在跌 看一下啊 你看一下就是在3月 2月21号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天 这是这是多了就是美元 然后呢 这一天是2月21号 大家看一下这一天是2月21号 你看 两个品种都在跌 这是黄金 好了 好了 来 有没有人能告诉我这个逻辑是什么 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品种同向了 按道理说他们两个应该是反向的 在这个时候突然同向了 一个美金一个黄金 按道理说他们永远是反向的 最后他们同向了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都没有人买了吗 都没有人买了 都没有人买了 这个概念非常 这是谁说的 这是谁 这是谁说的 秦玉兴吗 我猜是这样的啊 因为这时候疫情开始 公共有人基金未淘的 就拿着美元 本国的人就拿着黄金 不是 我告诉大家逻辑 刚才这一位同志说的是对的 我不知道刚才是哪一位同志说的 没有人买了 不管是黄金还是美元都没人买了 为什么 因为在疫情的时候 什么东西才是最值钱的 你们想过没有 无资 对 小麦 钱 你钱你没吃的 你吃钱你吃黄金了 同志 你疯在家里吃黄金你试一下 你吃美元了 所以当时在全世界恐慌的时候 所有的这个东西我告诉大家只有什么小麦在涨 小麦是什么 就是我们现在吃的面吃的面粉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大米 它这里面就是没有大米这个东西 一般就是可可小麦还有什么茶还有还有叫包括在中国期货里面还有什么猪猪肉等等 猪此类的东西 所以来说就是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所有人都是在买什么都是在买物资生活物资 他不是在买什么美元不是在买黄金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在买生活物资所以导致所有的硬通货全部是在跌 然后等大家汇过来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在汇过来以后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 出现了还是出现了一个反的一个情况了 你看美元指数就开始下跌黄金就开始上涨好那么在2020年我记得是在2020年8月6号的时候涨到了最顶峰2049 好为什么黄金为什么在2020年的时候为什么一路上涨 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最低点就是2018年的时候黄金才1157美金一盎司 然后到了2020年的这个时间的时候两年的时间涨了1000多美金为什么有没有人告诉我 为什么跟今天晚上的事情有关加息和减息好 这个大家知道上一届美国总统叫川普川普呢在疫情爆发了以后 他呢为了怕经济萎靡啊他为了怕经济萎靡就开始怎么样就开始减息好 首先我要说一下减息和加息他对于美元会有一个什么影响 哎今天晚上有一个有刚才我们的这个王总不是在这个我们这个里面群里面发了一个消息吗 很多人都不看不懂这个到底干嘛呀你看美联储公布11月货币纪要 主要是下面这一个就是加息的货币政策什么是货币政策也就是美联储 首先大家要搞清楚美联储是干嘛美联储就是相当于中国的中央银行 中央银行主要是干嘛的发行货币的那么发行货币的同时他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加息和减息好了那么这里头呢我们再说一下加息和减息 对于美元指数有什么影响那么大家都可以倒过来想对于黄金会有什么影响 好减息我先说减息会有什么影响减息假设我们现在手上这个存在银行的钱 是存在银行年利率是3.5%大家知不知道这个3.5%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你把100元放在我这里我给你3.5的利息换一年 对就是银行的存款是3.5%也就是说你把银行你把这个当然这个存款的银行这个利息是怎么表现的 是用国债的表现以后我们再讲这个中国股票的时候再给大家讲这一块 然后这个3.5%的概念其实就是这样得来的就是什么呢 我把100块钱放在银行里面 然后呢我一年以后我取出来可以拿103.5块钱 103.5也就是说它是3.5%的利息 好了如果我减息我从3.5变成了2.5 那么大家觉得这个货币政策对于老百姓会有什么影响 大家首先要搞清楚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以后讲中国的这一块每个月我们都会发布一个CPI 在差不多第二个周的时候10号左右会发布一个CPI 我们要根据CPI要来分析上证指数里面的板块 所以这个很重要 首先得搞清楚 如果这个利息会降低 对于我们老百姓会有什么影响 那我就把钱不愿意称赞银行呢 我要过点生意了 对了 当这一个钱的利息变少以后 你是不是就不想把这个钱放在银行了 然后你就愿意把这个钱拿出来消费 或者来说你就愿意把这个钱拿出来进行投资 因为可能你去买套房子 每年给你上涨5% 是不是就比你这个2.5%要高 对不对 那你要是去买一个其他的一个什么东西 可能这10%那是不是也比这个2.5%要高 所以来说利息的下降会导致市面上的钱会变多 这个人们理解 因为大家都不愿意把钱放在银行了 大家都愿意把钱拿出来进行投资和消费 那么市面上的钱 因为大家都拿从银行里面提取出来 然后进行消费和投资 是不是就代表着市面上的钱就变多了 那么变多了是不是代表着有句话说的非常好 共求关系决定共求价值 那么是不是就代表着 是不是就代表着钱变多了 是不是代表着钱不值钱了 能不能理解 因为你钱变多了嘛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好吧 因为可能这个地方你们卡住了 打个比方 我现在市面上有100个包子 然后我现在手上面 就是整个市面上有1000块钱 那么我们用这个去买这个包子 可能这个时候 这个包子每一个就买10块钱 好了 如果这个时候市面上还是有100个包子 然后市面上只有10块钱 就要消化这100个包子 它应该是多少 每一个包子是不是0.1毛 那是不是就代表着1000块钱 在市场上面流通的1000块钱 是不是代表着在市场上钱更多的时候 整个整个的这个物价就会上涨 对 能不能理解 理解 你是谁啊 你是王城墙吗 比安 好 其他人理解吗 来每个人说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有点绕 但是 你这样一打比方就理解 你打比方就理解 也就是说没打比方之前 你的完全不理解 有一点 这是你说有一点点卡住 这里头就涉及到一个供求关系 就是像我刚才说的100个包子 市面上有1000块钱 那我要买掉这100个包子可能就10块钱一个 如果要是还是100个包子 市面上只有10块钱 那我就是0.1毛买掉一个包子 也就是通货膨胀了是吧 是不是这个意思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对 是的 你就是可以理解成通货膨胀 注意我们 我待会再来分析一下中国的这一个问题 我先说世界的 再来说中国的 对于中国的问题 我们要分开来看 就是我会把这个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拆开来讲 为什么拆开来讲呢 不一样 真的是不一样 曾经有一个经济学家说过一句话 我好像是狼先平吧 还是谁 说过一句话 世界上一共有两个经济 一个是中国经济 一个是世界经济 基本上我觉得是这样的 包括股票的操作也是这样 就是一个是中国股票 一个是世界股票 好吧 好 那么这里头大家首先清楚 降息就代表着市面上的钱变多 市面上的钱变多就代表着货币贬值 好了 我们再来回头看一下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从2020年 这个地方开始一路下降 大家可以看到一路下降 我放全品 我搞个月线 这个日线看起来怎么有个 搞个月线好吧 这样的话这个K线少一点 看来也清楚一点 好大家可以看到美元指数一路下降 美元指数为什么一路下降呢 因为当时呢大家都知道 不是中国被封了家里 美国人也被封了家里 美国人被封了家里以后呢 美国就出来了一个政策 叫直升机撒钱 看有没有人听说过 叫直升机撒钱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美国的所有人 在美国的所有人 每个人给你发5000美金一个月 这个钱由政府来出 那么政府的这个钱是由纳税人 深圳在6月份封了一丝城以后 倒闭了多少公司 这个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了 那么我现在美国 我现在不希望这些公司倒闭 我现在不希望这个公司倒闭 我该怎么办呢 我现在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 你们就别倒闭好不好 你的员工我来养 你的员工我来养 我给他们发工资 行不行 你就别倒闭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所有的在家里 被封控的这些人 相当于我们现在封在 封在家里 寂寞在家的这群人 一样可以在家里拿到工资 那你相当于这个工资 公司不用发工资 不用发工资 这个公司不就活下来了吗 那么直升机撒钱 让美国当时有很多的一些钱 流入了市场 这第一点 大家首先搞清楚 直升机撒钱这个战争 好第二点 第二点就是什么呢 因为大家被封控在家里 被封控在家里以后呢 川普呢当时要求大家出来消费 大家还记得这个事情吗 好出来消费呢 大家要清楚 出来消费 那我现在能做的事情 我作为国家的银行 我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降息 我把这个利息降得非常非常低 让你觉得这个钱放在银行里面 就没有利息可赚 那我就只能把这个钱拿出来消费 那么这个时候呢 川普就把这个利率就降到了 基本上接近的0% 就是说你把100美金放在银行里面 一连一分钱的利息都没有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也导致了什么 美元这个货币的价格的流失 这个能理解吗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最低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已经降到了多少 89 那它的这个数值是89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 89 那么89呢 因为可能大家没有概念 89对于我们这个没有概念 但是呢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最高的时候啊 就是前几天的时候11489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差距了 所以来说呢 这两点政策 一个是减息 一个是直升机撒钱 导致了在美国市场出现了大量的美金 出现了大量的美金以后呢 美金就会贬值 所以美金就开始一路向下 一路向下的同时 我刚才说了 跟它正好相反的就是黄金 黄金呢就一路高歌猛进 听懂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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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懂了 好 那么我们再说一下后面的逻辑 拜登在2020年的3月份上台了以后呢 就开始来做另外一个事情 叫货币收缩 货币收缩呢 就导致什么意思呢 货币收缩就是加息 你可以理解成叫加息 现在美国的这个利率 现在是多少呢 3.8% 非常高了 因为美国是3.8% 也就是说100块钱 100美金放到这个里面去 放到这个美国的银行里面 一年可以拿38%的利息 3.8%的利息 非常非常高了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个非常低 还有一次加息 这个美国今天晚上 那么这里头就决定了 今天晚上美国到底是否加息 就在这个地方 那么拜登开始加息了以后 美国美元指数就一路走强 一路走强 这是日线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从这个2020年这个垫底了以后 到这个地方以后 就一路向上 大家应该看得到这个曲线 大家应该看得到这个曲线 一路向上 也就代表着美元 在越来越值钱 所以大家还记得吗 人民币曾经有一段 非常在去年的时候 有一段非常辉煌的时候 是一美金兑换6块2毛钱人民币 也就代表着人民币非常值钱 现在一美金是兑换7.2人民币 代表着人民币毛了一块钱 大家看懂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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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懂了 这就是跟我们另外一个东西非常相关 外贸产业链 外贸产业链 以后我们在上阵指数里面再给大家讲 就是外贸必须要看人民币汇率 好吧 这个我们先给大家先买个钩子 以后我们再来讲 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清楚了 美元是现在 拜登在加息了以后呢 美元就一直在涨 那么美元涨呢 当然美元既然要涨 黄金肯定就要跌嘛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黄金是一路向下 然后最近的美元有一点点下也向下了 然后黄金呢就上来了 那么他们两者永远就是在一个在我们称之为叫什么七桥板的两边 一边是黄金一边是美元 那么黄金上去了 美元下去了 黄金就要上去 美元上去了 黄金就要下来 它永远是一个这样的关系 好了 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没有 现在的我再说一下这里面拜登他加息的原因 拜登加息的原因 拜登加息的原因呢 主要是输出性通货膨胀 输入性通货膨胀 什么叫输入性通货膨胀呢 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东西 叫美元油 大家看一下 我换成日线 美元油 美元油 大家看一下 我记得乌克兰战争是在今年的2月份左右 过完年的时候爆发的 美元油在2月份 2月份 应该是我们来查一下 我记不起来 大家能告诉我这个俄乌战争是哪天爆发的吗 来帮我看 2月24号 2月24号 来我们找到这一天 来看一下 所以很多东西就挂起来了 大家听完了这堂课以后 很多东西就挂起来了 2月24号这一天 好 大家看了 2月24号是这一天 2月24号是这一天呢 就俄乌战争爆发 俄乌战争爆发了以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美元油从当天的收盘价 下95美元一桶 直接上涨到一个星期之后 一个星期之后 也就这一天 在3月7号的时候 直接上涨到135美金一桶 哎呀这个事情我觉得真的是情何以堪呢 让当年那个做原油宝的那一群中国人真的是情何以堪 他们当时手上有35 -35美金一桶的头寸 如果他拿了那一天 他觉得是亿万富翁了 他觉得是亿万富翁了 当然他不可能交割 他其实是可以交割的 我后面再来说原油宝这个事件 好 那么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 首先这里面有个逻辑 俄乌战争为什么会导致原油上涨 来有没有人告诉我 俄罗斯本来就是一个原油输出国吗 他如果发生竞争以后 你那个什么 产油量就小了吗 小了那你就等于 物以稀为贵那样吗 差不多的道理吗 说的对 说一下世界上的产油国 第一个是欧佩克 欧佩克我会在以后给大家讲到 就是在原油宝 欧佩克是沙特的一些 就是中东的一些石油王国 联合出来的一个组织 叫欧佩克原油组织 它是世界上一共有原油 一共有三个国家 一个是欧佩克组织 一个是英国 一个是美国 但是大家注意 第一输出国是欧佩克 中东的 大家知道沙特负得流油 什么叫负得流油 就是它的油 它的油负得流油 好了这是第一 第二呢 世界上第二输出国是俄罗斯 这个大家知道 俄罗斯的这个当时 中国割让的那个 就是离布图 离布图条约里面 割让的那些地方 都是产油的地方 这个大家应该也听说过 好那么产油的地方 大家知道只要一打仗 很多的一些经济行为 就会停止 那么也就代表着俄罗斯 当时因为它是属于侵略国 所以来说呢 所有的西方国家 都抵制俄罗斯的原油 那么抵制俄罗斯原油呢 就导致了一个问题 导致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那你抵制俄罗斯原油 你想想世界上 只有两个国家产油 两个国家产油 当然有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像那个 像伊朗 伊朗谈判失败了 我以后再来跟大家讲 就是伊朗和美国的这一次谈判 为什么会失败 它里面又扮演了一个 什么样的角色 比如说像最近的 这一个大家都知道 世界杯 伊朗不唱国歌 伊朗这个球队不唱国歌 它是为什么 我以后再给大家慢慢讲 然后还有一个 大家可能听说过 叫瑞雷瑞拉 瑞雷瑞拉就是在 北美的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也是产油非常高的 但是它也是被美国制裁的 好 那么这里头呢 这种小国家 那我们在这里就不再展开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俄罗斯的原油 大家 就是因为制裁它 我不买 我不买 导了这个什么问题呢 那就只剩下沙特 这一个地方产油 那沙特呢 当时呢 那就物以惜为贵 对吧 你们都求我来买油 那我现在怎么办 涨价呗 那怎么办 你就我一家 你还能找谁吗 那就 所以来说 原油的价格就飙涨 好 原油价格飙涨 就意味着另外一个事情就会发生 什么事情 大家想想过没有 对于老百姓来说 另外一个事情就会发生 什么事情 有没有人说一下 钱包的钱少了吗 钱少了 是吧 还有什么吗 代表着通货膨胀在发生 这里面又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我首先说一下通货膨胀的概念 通货膨胀的概念 通货膨胀的概念非常好 简单 就是市面上的东西变贵了 我口袋里的钱不值钱了 这个东西就叫通货膨胀 那么这里面就存在着另外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原油上涨会导致美国的 烹火人杖上针呢 道理很简单 你想想 你买的所有东西是不是都要靠运输 那么在靠运输的同时 是不是都要靠汽油 那么靠汽油 汽油涨价了 你是不是其他东西都要涨价 比如说我要吃牛肉 那我这个牛肉肯定不是从深圳产的吗 我现在在深圳 我肯定不是从深圳产的吗 我可能是从广西运过来的 那从广西运过来 这将近有几百公里 这几百公里 如果原来的汽油是1块钱一升 我现在只需要10块钱的成本就能运到 那现在我这个汽油变成了10块钱一升 那我可能要需要100块钱的这个成本才能运到 那现在你告诉我 我现在想在深圳吃牛肉 会不会涨价 同志们会不会涨价 会吧 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叫输入型通货膨胀 这里面我们以后还要再说到一个概念 叫输出性通膨胀 输出性通膨胀 还有一个是 还有一个是 就是 还有一种是通膨胀 还有一个通膨胀 是 就是国家内部的一种通膨胀 我们以后再来讲 好 那么这里头呢 就涉及到输入型通膨胀 也就是美国在进原油的时候呢 就导致原油价格上涨 然后它的所有的成本都会相应的上升 相应的上升以后呢 老百姓就不干了 老百姓不干了以后呢 那拜登就不停的加息 不停的加息 所以美元指数就一路高歌猛进 到了现在117点这个位置 大家理解一下 就是整个的这个逻辑就是这样的 好了 那么大家听懂了这一块了吗 就是基本上我就把 这个国际上的整个原油黄金 还有美元这个关系给大家讲通了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在讲一个旁支 什么旁支呢 就是所有的货币队 所有的货币队 其实都是看着美元走势在走的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一个叫美元对瑞士法郎 来我们来看一下 美元对瑞士法郎 好我们现在换成一个日线 好这是一个美元对瑞士法郎的一个日线 我们现在把它解张图 我不能说百分之百 但是呢大体来说是按照美元指数的走势来走 好大家可以把这张图呢作为一个参考 好 因为大家知道前面美元指数在前面就代表的什么 就代表的是美元一美元换多少瑞士法郎 好我们现在呢再调到瑞这个 多了美元指数 来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美元指数 这个是美元对瑞士法郎 大家发现什么关系没有 大家发现什么观点没有 来告诉我 大家发现了什么观点没有 来告诉我 相似的关系 两姐好像有一个合作的关系 对相似的关系 也就是说他们两个长得好像非常像 就像是这个同胞的兄弟一样 好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个 我们再来看一个 我们再看一个什么呢 就是美元在后面的一个东西 这个货币种 比如说英镑对美元 英镑对美元 来就这一个 来这一个画头画了 我重新来一个 好我还是换成日线 这是英镑对美元 把它放在旁边 我们再多了 来看一下 左边这张图是英镑对美元 右边这张是美元指数 它们之间又是一个什么关系 对相反的关系 看出来了吗 看出来了吗 当然啊 不是完全一样啊 你不能说完全一样 但是呢 他们就像长得 就像男生兄弟一样吧 就像倒着的男生 男生兄弟一样 所以来说呢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 就是黄金和美元指数挂钩的 其实呢 所有的货币队 都是和美元指数是挂钩的 所以美元指数 你能把美元指数分心清楚 基本上其他的品种 你是暂无不胜 公无不可 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没有 今天内容有点杂啊 但是你能够把这里面逻辑搞清楚 你的这个世界观 我不 这个就不能算技术了 这个我觉得属于这个认知 还有你的知识 会增加非常非常多 我后面时间 时间差不多了啊 我后面再给大家再讲一下 中国的 中国的这个 简析的问题 我待会再来讲 看大家要不要听啊 好 看懂了没有 这里面逻辑都分 这里面逻辑 大家都听清楚了没有 听懂了没有 一定要听懂啊 你如果没听懂 你就是啊 你讲啥 那基本上 咱们这节课就废掉了 那因为 这个东西 我不可能再给你们讲第二遍的 你们今天 必须要把它逻辑搞懂 只有逻辑搞懂了以后 你们再碰到任何品种 你们都能搞搞定 比如说这里面还有一个品种 扩展品种 什么 纳斯达克指数 什么是纳斯达克 经常我们会听到 我们要到去华尔街去敲钟 华尔街就是纳斯达克 也就是纳斯达克板块 那么这个品种 也就是我们相当于中国股票的上证指数 那么这个品种 应该和什么品种是相似关系 和什么品种应该是相反的关系 来 说一下 纳斯达克这个品种应该 也就是股票 我们可以理解这是个股票 股票这个品种应该和什么 美元指数应该是什么关系 是正相关还是反相关 纳斯达克也就是美国的科技股 那比如说马云经常是说什么 我们要去华尔街去敲钟 是什么意思 因为是正相关吧 正相关 好 还有别其他胆 还有别其他胆 没人说话吗 没人说话吗 好 来表个态也行 新进之行 正相关还是反相关 你就说这个话就行了 我也看好像是正相关 好 下一个 比 正相关 刚才有一位我不知道是谁 不说话 不说话 应该是反相关 反相关 好 白三 我们一个 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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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正相关现在两个 反相关一个 好 继续 下面 下面 正相关 正相关 好 三个 刚才有一位我不知道是谁 说了一个 四个 还有没有 还没有没发言 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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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说话 圣语 反相关 反相关 好 果然有句话说得非常好 什么 答案永远是掌握在 真理永远是掌握在 少数人手上 反相关 来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会反相关 我们先来看一下 纳斯达克 美元指数 来 正相关 反相关 正相关 反相关 左边是纳斯达克 右边是美元指数 正相关 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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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好 我来回答 道理很简单 你只要听懂了刚才黄金的逻辑 你一定能听懂这一块 你应该也能够判断出来 道理很简单 我进股市是为了什么 来 告诉我 我投资股市 我说的是美股 我投资美股是为了什么 比如说我投资 iPad 亚马逊 我要投资苹果这家公司 我为什么 赚钱 对为了赚钱 那么如果现在有一家银行跟你说我这里利息很高并且稳着赚钱 你现在会选择投资银行还是投资股票 银行 对 所以银行加息会抢走一部分的资金 抢走了一部分的资金 那投资到股市里面的资金就会变少 投资到股市里面的资金变少 股市会怎么样 第二位 对 这不答案就出来了吗 所以他们两者是反相关 也就是说现在股市里面投的少了 因为大家都投到银行里面去去生财 做理财去了 那如果这个银行的这个理财的利息很低 那么也就代表着拉斯达克就会大涨 你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疫情的时候 来看一下疫情的时候 疫情的时候 看一下从什么点涨起来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疫情的时候 2020年的3月22号 大家可以看一下 3月22号正好美国封城 从这个时候 拉斯达克是 6,824点 大家可以自己看 右边这个 那么从疫情开始 涨到高峰 涨到高峰是什么时候呢 2021年的11月23号 涨到了16,626点 涨了多少 涨了翻倍 我有个朋友 我一个朋友加拿大的 我一个朋友 他之前买了特斯拉 他刚刚上大学 他上大学的时候 他是19年 他19年的时候上大学 他买了特斯拉 他买了特斯拉的股票 他买了就是给他这个 他上完大学了以后 这个家里人都会给他一笔钱 这笔钱呢 就是相当于 你上了这个 你以后就好好的成人了 以后 这就是他比较西方化 他们家里是一个西方化的华人 然后呢 他就以当时 特斯拉的股票 我记得360美金 360美金 当时呢 他就买了100股 3600美金 也不多 2万多块钱 3万块钱 3万人民币左右 也就不多 然后这个特斯拉的股票 后来涨到了1500美金 涨了多少倍 涨了7倍 也就是说他当时的3万美金 3万人民币 后来变成了3721 变成21万 他没有抛掉 他后来又翻倍了 后来怎么呢 他叫除股权 除股权就是把一个股分成了 拆成了另外多个股 然后他手上 一开始是300股的这个股票 后来变成了1000股 后来又涨了1500美金 1200美金 也就是说他当时他就这一下 赚了120万美金 就是我说的是真的 这个我这个朋友 就在加拿大的温哥华 就在加拿大的温哥华 我之前还拉他进群了的 他现在在搞比特币 他现在在做比特币的挖矿 这一块 在加拿大比特币是合法的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有任何的误区 所以来说呢 这个事情也是告诉大家 就是从股票买对了点 一路上升 你这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 一路上升 最后赚多少钱 我就不用去多说了 120万美元 这1000多万人民币 1000多万人民币 两年的三年的时间 1000多万人民币 好吧 老师那插句话 这要是在疫情之前认识 你在教我们这个 我们现在是不是个个都是 你听话 首先你是谁 我确定一下 你是王生强 你是王生强 好吧我记住你的声音了 关键是你要有胆子进 关键是你要有胆子进 这个问题就是当时特斯拉跌到300多美金的时候 你敢不敢进 说不定他会跌了200 说不定他会跌了100 对不对 为什么我后面我会在股票里面 我会给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上这个美国的这个美股 它这样子涨 这样子暴涨 它是跟很多事情有关联的 比如说美国的大选 然后川普的这个低息政策 然后再加上直升机撒钱 这个所有的事情都是相关联的 你说跟技术面有多大关系 说实话 跟技术面还真没多大关系 这个咱们实说 就是说你抛开技术面 不用分析 你就直接直接进干就完了 你如果是作为一个长期的 注意一下 美国股票叫做价值投资 就是中国股票叫价值投机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美国的股票是叫投资 中国的股票叫投机 玩法完全不一样 你们千万不要把这两个事情 拢成一块了 这个我会把它单独拿出来讲 美国股票你是可以拿几年十几年的 当然这个前提是 你不会急着用钱 你要把这个股票要兑现 那可能就不行 你比如说经常我们会听到巴菲特说一句话 他说我最喜欢买的就是可口可乐的股票 我从他十几块钱开始买 买了现在 买了现在180多美金 涨了将近18倍 翻了18倍 所以来说呢 这个也是说明了一个原因 巴菲特他为什么做的是这个事情 长期投资 就是说美国的这些经济面是向好 所以股票也一定能向好 好吧这个我们就不再展开了 好了这一块大家听懂了没有 就是股票也是和美元指数是倒挂关系 那么这里面我们再扩展说一下 那么美国股票上涨 中国股票就一定会上涨吗 不会不会 为什么 因为美国股票上涨 毕竟是也相当于美国美元就升值了 好 那么这里头我们说一下 美国股票上涨和中国股票上涨之间的一个关系 我们今天就没讲技术啊 把所有的把所有的一些这种知识面 给大家都扩展了一遍 来看一下这是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就相当于我们可以理解成纳斯达克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纳斯达克 我们可以看到纳斯达克和上涨指数呢 涨的有点像啊 我们不能说完全不一样啊 完全不一样也不客观 涨的确实有点像 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 他们之间是一个正相关关系 他们之间是一个正相关关系 也就是说纳斯达克如果是涨 上证指数可能是涨 纳斯达克如果是低 上证指数一定会低 这里面我们就稍微说一下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 我刚才首先说了它是一个正相关关系 就是上证和纳斯达克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关系的 但是这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呢 有一些不同它不是百分之百的相同 它不是百分之百的相同 相当于是什么呢 相当于上证指数是弱化的弱化的纳斯达克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吧 因为很多人现在可能还没接触过上证指数 还没接触过上证指数 所以我现在就是相当于这样说 相当于走的更烂的上证纳斯达克 好打个比方 如果这个上证指数纳斯达克先跌 纳斯达克是今天晚上 每天晚上的10点半 现在是冬令时10点半开盘 那么今天晚上它如果上涨了 打个比方今天晚上纳斯达克上涨了10% 那么中国的上证指数第二天可能可以上涨个2% 好如果今天晚上纳斯达克下跌了10% 中国的上证指数一定会跌10% 也就是说我告诉大家下跌2% 我们就说纳斯达克如果下跌2% 中国的上证指数肯定要跌5% 就什么意思呢 就是纳斯达克肯定比上证指数要走得好 上证指数肯定比纳斯达克要走得烂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主要还是经济面的原因导致的 主要还是经济面的原因导致的 这个我们后面在上证和美股的这个上面 玩法上面我们再来进行区分 好大家理解了这个中间的道理没有 那么我们最后还有一最后一个话题 就是最近的中国的政策 中国的银行利率的政策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个扩展话题 我需不需要讲 因为跟我们现在没有太大关系 跟我们现在这个今天的课程 基本上已经讲完了 不过可能我相信大家会有一些疑问 就是最近的中国的货币政策是在减息 这个减息美国在加息 中国在减息 那么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问题导致的 它们会导致两个什么样的不同方向 这个需不需要我来讲 因为这个问题跟我们这个内容就没有什么太相关了 这个主要是细分到上证指数里面的一些问题了 如果大家不想听 我们这节课基本上就结束了 然后跟大家就互动一下 看大家今天的内容都吸收了没有 然后对于这些软件的操作 因为我看到还是有很多同学 对于软件操作都还不太清楚 看大家都听懂没有 来互动一下吧 我用用刚才的知识来分析 中国银行利率减息的 中国在减息 减息就是拉动内需呗 简单的来说 对 你看你前面听懂了 你这个东西你就可以自己分析了 好 拉动内需是为什么呀 拉动内需 是因为跟疫情我们的国家 就现在倒闭的很多 也失业的 就是把钱拿出来做失业 对 对 对 听懂了吗 就是你前面听懂了 你就会得出一个这个结论 我为什么刚才抛砖引玉 给大家问出这个问题 就是中国现在银行是在减息的 你前面的我前面讲的那么多一批拉东西 讲那么东西 你只要听懂了 你就能得出这个结论 就是现在中国的经济非常差 所以现在中国在减息 希望老百姓拿出去进行消费或者投资 这就是结论 听懂了没有 当然你这个听懂是基于前面 我讲的内容你听懂了 你才能听懂我刚才得出的结论 好听懂的来确定一下 懂了 懂了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 那你说 那如果像这样的话慢慢的 那你说 我们国内会不会有一个通货膨胀呢 中国不是通货膨胀 是通货紧疏 我觉得中国 中国没资格做通货膨胀 中国是叫通货紧缩 什么是通货紧缩 你可以把通货膨胀反着想 通货膨胀是什么 人民币 就是我的钱的购买力 变弱了 我买的这个货品 我的货品变少了 通货紧缩是什么意思呢 通货紧缩是口袋没钱了 我买不了东西了 所以来说 我告诉大家 通货紧缩非常麻烦 通货膨胀还比较好解决 就是加息 但是通货紧缩非常麻烦 我可以告诉大家 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 曾经发生过通货紧缩 一个是二战前的德国 也就是当时谢特勒上台的那个时候 一个是罗斯福新政前的美国 也就是19 当时有一部电影 大家看过没有叫金刚 金刚的第一部 金刚的第一部不是有个女孩子 在一个跳舞厅里面 跳钢管舞吗 大家看过那个电影没有 然后他们就一队人 跑到荒岛上去拍电影 大家看过金刚这部电影没有 这是第一部 我记得是2000年左右的时候出的 这部电影拍得非常好 看过没有 没看到过 看过 这都没看过 这么经典的电影都没看过 你好好看一下去看一下 那个时候的美国就是通货紧缩 就是说你赚不到钱了 你赚不到钱了 大家口袋里都没钱 你赚不到钱了 所以那个女孩子到处去出卖摄像 都没人要 按道理说他长得还是挺漂亮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那部电影 他最后他怎么办 最后被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三流的一个导演 片上了一个岛上面去拍一个什么冒险的一个电影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为什么那个女孩子为什么要跟这个导演 去跑到那里去拍电影 因为赚不到钱 我到酒吧里面也赚不到钱 所以来说怎么办呢 那我就只能跟这个导演去走投五路 试一把呗 所以中国的问题是在通货紧缩 不是通货膨胀 好吧 这个我们以后在经济 在中国的这一块 上证指数这一块再给大家分析 所以最近一直都是什么 都是消费板块 消费板块 为什么中国现在一直在提消费 就是什么提升消费信心 什么叫提升消费信心 提升消费信心的意思就是 同志们老百姓们 你们赶紧把你手上的钱拿出来消费 对不对 你们要有信心 听懂这个话的意思了吗 就是我们国家会发一些这种文件 这些文件到底是他说的这些话 他说的这些话很多人看不懂 现在我以后会专门找这一个机会 给大家来解读 就是他里面有很多的一些那个东西 好吗 就是一些骨头咱们把它嚼碎了 哎你就看懂了这个国家的一些政策 他到底是往哪个方向去走 后面有一些什么样的股票会有机会 这都是要通过这些政策去解读的 好吧 我再问一个问题 比如说美元我们是跟美国 美国一些一些的一些是应该是银行做交易 这个黄金错了 错了 错了 别再说了 这前面就是个错的 来我问一下大家 你们认为美元从哪里来 中国的美元是从哪里来 中国的美元是外贸 外贸 外贸就是跟外国人做生意得来的 对了 中国的美元 美国是不会把美元直接给中国 是中国卖衣服 卖玩具 卖鞋子给美国人 美国人消费的时候 用美元结账 然后给中国 中国付出了鞋子 衣帽这些东西 然后美国给中国美元 当然也不是美国 是全世界 因为都是 美元是 美元是这个流通货币 是全世界 都是这样的一个消费 所以美国银行 不会把钱直接给中国银行的 你那是做梦 必须要靠外贸 把这个钱赚过来 那黄金是跟哪个在做呢 黄金每个国家都有 每个国家都有 你中国也能开产黄金 内蒙古那些地方不是也在开着黄金吗 对啊 对啊 但是这个黄金的定价 每个国家都能产黄金 但是定价权是在美国和英国 定价权是什么东西 就是说我这个东西 我这一克黄金到底值得多少钱 张三说应该值100块钱 你是说值200块钱 我到底心谁的 现在突然有个老大出来说 应该就值1000块钱 你们都听我的 我是美国 好了 那既然大家说 张三和领事说 我打不赢你 那这样说话 那你说 那你说是1000块钱 那就1000块钱了 那我们大家都听你的 那也就是说 不管是中国开采出来的黄金 还是瑞德瑞拉开采出来的黄金 它都是跟美国的黄金的价格是一样的 当然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技术提炼的问题 咱们这里不再展开 也就是说 都是要相同提存的一个这个这个的 因为这里头还涉及到一个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卖的 在银行里面卖的黄金金砖 大部分都是假的 为什么 你们到网上去自己去查 网上去查 比如说有的黄金会生锈 有的黄金里面是签了 灌了签了 就是在去年的时候 我记得看了一个新闻 武汉的一个黄金交易所 武汉的一个黄金交易所 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 因为是个武汉的 它里面的黄金 全部被换成了千块 当然外面还是涂了一层那个金模 看就是猛一看看不出来 要专家来看 因为千和黄金的密度差不多 所以来说要专家来看 所以来说这里面就涉及到 就说黄金的价值是跟美元挂钩的 好吧 好 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没了 没了就下课了 没了 是不是今天晚上听的云里雾里游 还是听得很过瘾啊 听得很过瘾 听得很过瘾 但是技术今天不讲了 还有时间讲吗 你们现在没婚吗 那什么时候讲 明天讲 你要把我整死啊 明天咱们不说好了一周两节课吗 明天就要我来讲吗 整身的黄金白银开始下降了 这个时候呢 今天晚上三点钟吧 好像我记得是两点钟还是三点钟 是有个加息 美联储加息决议 这个加息就会直接导致 这个黄金和其他货币队会暴涨暴跌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我刚才说了 就是美元如果确定要加息 那么所有的货币队全部都会下跌 当然我说的是美元在后面的这个单词的 就比如说像欧美 EUR USD 那肯定是要下跌 那如果是 如果它的加息是USD CAD 那么这个肯定就要上涨 大家一定要清楚 就是今天晚上如果确定是加息 那么它就会上涨 然后这个就会下跌 黄金也会下跌 然后这个纳斯达克也会下跌 然后今天晚上纳斯达克下跌 明天的上升指数肯定也要跌 大家一定要清楚 好这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如果今天晚上这个不加息 不加息那就会导致欧元上涨 美元对加元就会下跌 黄金也会上涨 然后这个美国纳斯达克指数也会上涨 然后明天的上升指数可能就会破新高 可能就会破新高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上升指数 就可能会打新高吧 我觉得应该用这个打新高来说 可能比较适合 我确定一下 那今天晚上的老师又是不眠之夜了 怎么 你我建议大家最好怎么样 我建议大家最好今天晚上看一下 因为你今天晚上会见证一个奇迹 见证一个什么奇迹呢 五分钟一个K线可以打两三千点 五分钟一个K线可以打两三千点 是什么概念 就是一根K线 一根K线 特别长 对特别长 就是一根五分钟的K线 特别特别长 就是一下上去 一下下来我给你找一个 你像这个是什么 这是纳斯达克 我给你找个黄金 然后给你找个黄金 所以今天晚上 我建议大家最好参与一下 哪怕就当是看世界杯吧 一边看世界杯 一边看这个 你会怎么说 三点 你问一下王总 你问一下具体问一下王总 你看我给你找 这是五分钟 五分钟的K线 应该就像这样的一个行情 应该就像这样的一个行情 大起大落 大起大落 我们后面还会给大家讲到 另外一个概念 叫大飞龙和小飞龙 大飞龙和小飞龙也是这种行情 大飞龙和小飞龙非常好做 我后面会交给大家 那简直就是刷钱行情 那基本上就刷钱行情 只要你能抓住 基本上都是赚的腾满钵满 都是有规律的 这个大飞龙行情是有规律可循的 一个月只有一次 一个月只有一次 什么叫大飞龙 叫做大飞龙的意思就是 叫飞龙就业人口 我们后面会给大家讲到的 好吧 就像这种行情 一下子上去 你看就是刷刷刷 几根K线搞完 几根K线 非常非常爽 今天晚上你们可以用模拟盘先玩一把 会非常刺激 非常刺激 你看我们现在 我现在都已经开始跟我们说 今天晚上我们的交易 交易员可能不会再做单了 因为今天晚上可能如果做对了 赚了很多 如果做错了 直接就把你的仓就全部爆掉了 所以来说我们为了规避风险 今天晚上我们停止做单 我们交易员现在还在商量这个事情 准备停止做单 所以来说今天晚上 如论如何 今天晚上如果明天那个的 请早上请个假休息一下 今天晚上看一下这个行情 好吗 王总在吗 王总你能把这个时间把它贴在我们群里面吗 是几点钟 我记得是凌晨一点半 我记得好像是 三点吗 三点吗 这么晚吗 对三点钟 老师 你说过好像就是赚钱和亏钱 就是明天三点这个时候 凌晨三点 凌晨三点不是下午三点 你们看一下这个行情 绝对会让你们收益拨多的 绝对会让你们收益拨多的 你们注意看一下什么黄金 英镑 你就看一下这几个品种 你不用看美元指数 你就看什么黄金 英镑欧元这几个东西 你就会一下子知道什么叫做 什么叫做加息 对它的影响 好吧 黄金是只有这一个板块吗 黄金另外一个还有白银呢 就是说黄金和白银只有这两个板块 这没有别的了 贵金属里面当然还有黄铜 我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铜 有铜吗 有的有的有个期货 期货铜 有期货铜 期货铜是哪一个 我看一下 期货铜做的不多 因为波幅不大 波幅不大 那个铜 其实铜你想想它不是 它不是属于这种价值投资 你像黄金它本身是硬通货 铜它是作为这个电子消费品来进行使用的 黄金是哪个呢 黄金是这一个 METAL METAL里面的这一个 这是金属 你看 这个单词是金属 这我不好意思 这是MT5 我给你搞个MT4 黄金好硬 好认识 XAUUSD XAUUSD 你看看看看这个 XUXAGU 我怎么不是添加的 XAUUSD 我怎么不是添加的交易品种 双击前面的 双击之后它就BRM 那你就把它取消了 再双击一下 变量 变量了以后在这里面找到 在这个交易市场报价里面找到它 然后点击右键 点击右键 图表窗口 就是这一个 还有什么问题 没问题 我们今天就下课了 然后大家自己做一下 做一下这个 自己做一下 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看一下今天晚上的波动 你会让你一下子 大家千万不要有一种赌博的感觉 因为我原来教了几个学员其中有一个 老师 我能不能这样做 反正这个不是暴涨就是暴跌 我能不能再就下一边 比如说下个暴涨或下个多单或者下个空单 要不就是赚了 要不就亏了 搞个一搞个搞个一百美金 搞个二十美金在里面玩一下 就像那是做博彩你可以这样玩 但是呢 其实都是有规律可循的 我觉得 我觉得今天晚上应该是不会加息 这是我 我个人觉得 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 大家可以晚上去搜一下 如果要是确定要加息的话 那可能就是要黄金肯定是要大跌的 好吧 我是觉得应该不会加息 为什么我会觉得不加息 我先把理由先放一下 你如果真的明天没有加息 那我下节课 我再给大家讲里面逻辑 好吧 下节课什么时候 下周一 礼拜六礼拜天不加餐了吗 你们都不想加还加什么 隔的时间太长了 那今天才星期三呢 我看你们都不想加吗 你们这 谁不想加 要加了要加了老师 白三不想加白三不做生 今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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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天的课上吗 为啥不上呢 礼拜一 礼拜三 礼拜天 一个礼拜三节课 对 没错啊 我觉得最好 有个调到星期六就差不多 我觉得老师的分析的 完全是掌握了财富里马 掌握了财富 谢谢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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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从长一线来看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大一线肯定还有一点不确定 那长一线就是这么回事啊 嗯嗯 是不是你现在 现在看懂了世界的格局也看到了中国的经济 经济格局了 就是今天这一下 今天收货满满啊 是的 好吧 这个这个后面那个时间咱们再定一下吧 因为我觉得这个周一和周三安排的 不对啊 你周一和周三中间这隔了一天 我觉得至少是周四周五来上这个周三的课 你不应该是隔一天 这个大家到时候再群里投个票啊 或者怎么样吧 好吧 哎呀这天天开都没事 这个 因为你们这个时间都 斗不齐你知道吗 现在好像是周三是最好的 但是我觉得周一和周三 时间太紧了 中间搞得太松了 就是周三以后就完全没客了 这搞得太松了 所以吗 我想把那个周一改为周六嘛 一星期三五四嘛 一三五二十六嘛 行吧 这个我们在群里面再聊吧 好吗 看来大家今天听得挺过瘾 今天都是一些 都是一些知识层面的东西啊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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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